他是乡村爱情里的赵赛 小品旧差钱里的田老七 他是赵本山的弟子刘小光 你偷了乐吧 和谐社会把你给救了 他往那一站你就想乐 毛髓自见拜师 独门绝技立望 你这次跳舞还不如说抽出 老梁看电视 本山爱图 街舞教授 刘小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老梁看电视 我是老梁 在赵本山这些唱二人传的徒弟当中 我们看每个人要登台 想把大伙逗得乐不可知 并不难 可是起码呢 你得唱唱歌跳跳舞 说说口 说点笑话 大伙才能乐 这个其中有一个徒弟最为独特 他用不着支撑 不用唱歌 不用跳舞 也不用说笑话 他往那一站 你就想乐 就看他那不认 你就想乐 他要是再撇撇嘴 几近眼 你就更乐了 这人谁呢 我说的是咱们不少观众朋友就会猜说 对 他就是刘小光 哎 就是相存爱情理的赵刺 我 我就不过 再说 我有点运高 因为赵瑟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好多人都不知道他叫刘小光 你看有一次一个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刘小光的时候呢 旁边有另外一个人过来 直接就跟这个刘小光说 赵老师 咱合个影行吗 刘小光一听私下看一下 说你看什么 你叫我吗 赵老师 我以为我师父赵美山在后头呢 为啥呢 想跟他合影这粉丝啊 只记住了就相当爱情理的赵刺 想当然认为他姓赵 所以赵老师咱和平好嘛 所以独见赵刺这个形象深无人心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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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刘小光啊 如果要不是赵本山提拔他的话 恐怕他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因为赵本山评价刘小光 说是啊 这个人有大本领 但是也有大毛病 你不好好归隆归隆 他实的实的 他不容易走上这个条道 那么当初 刘小光是怎么 拜赵本山为师的呢 刘小光原名叫刘建光 在吉林他家 当时唱人传好多人家里 都是因为家里穷 没出入 靠二人传得吃口饭 刘小光不是 他唱人传就是喜欢 他爹妈不让他抢 说你唱他玩干嘛 那只二人传演员 地位低下 都说二蹦子怎么的 这都不好听这话 刘小光为这个呢 离家出走 好几年不跟家里联系 就是喜欢这行 喜欢二传这行 一开始的时候 刘小光在台上演戏 好多人看着 也太有意思了 这二人传唱的 有几个大导演 就相中他了 待会记得拍 疯狂的时辰的宁浩 宁浩就相中刘小光 跟赵本山相论 他把这演员给我 我正好要拍 疯狂的赛车 我让他演主角 他们说那好啊 你那带走吧 把刘小光带走 可到了剧组 这二人传演员演戏 他不像说是 这个科普出神的 他有点夸张 这后来明浩呢 没有给他这主角 主角不是找到 黄博人演的吗 那个疯狂的赛车 让他在里边 演个警察 不要光君大分了 我这母国 长得不像好人呢 你让我演警察 我演小偷 我还差不多 就感觉听鬼 就给赵本山打点话 赵本山说行了 他那没合适角色 你回 师父给你个角色 谁呢 《乡村爱情》 拍第二部的时候呢 前面呢赵四 演赵四那演员 有事叫关小平 离开赵本山这 这位置就空下来 空下就让刘小光 来演这赵四 演过演 赵本山说 你呀 要平平常常那么演 你活不起来 你得设计点东西 他就给刘小光设计几样 一个是驼背 一走道 这样往前走 这手在这 跟鸡形似的 再一个 设计个嘴角抽搐 往外歪 你那么的 咱们简单 简单先定下了 你说咱们是 是群柔还是单柔 什么群柔 群柔就就用 我们四个 销你自己 单柔呢 单柔就是你自己 打我四个 别废话 那不一回事吗 对 就要销你呢 怎么的 别跟他吹 你动手手我看看 也行 不行 事儿咱都不能先动手 给你打上咱们的相应拿钱 你就差五百块钱 销出来 不行 你平时就 这个习惯吗 没有 就这次拍戏牌 这是我师父 我讲 说实话 必须得这样 是不是就得来一下 生活当中有这种 把笑笑 在嘴巴 这几个细节 一下子 使所有的观众朋友 记住了这个赵四 记住了刘小光 所以说你看 相算爱情拍的后两部 你会发现 本来原先 真正主角 蝉棍 谢广坤 刘能 一下子变成了赵四冲进去 比他们都抢戏 只要他一出来 大伙都乐得不行 这是 那么别人拜赵母山为师呢 都是啊 这个参加比赛 或者什么 刘小光不是 他是唯一一个毛翠自荐的徒弟 他有赵母山 第二号以后 自个儿给赵母山打电话 06年的五一期间吧 我来到 可能是来到 本山村美 赵老师 你打电话 赵明波 不是啊 这也是我 我上岸给他打电话 其实给他打电话 我其实 我也 有准备了好几天 不知道想不想说 当时有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什么想法 心里有底 我资格多大能 我心里是有底 怎么跟他说的 我就是 头一遍打 他说是他 然后我就 当时我就 啪就撂了 就不敢说话了 隔了一会儿 平静平静心情 又打过去了 赵老师 你可能记不住我了 我叫刘小光 唱着转着 我希望到你那发展 你看我这水平行不行 没想到赵母山 真记着他 我知道你 你不错 是我看过你的心 你要是想来 你这样吧 来试试来 刘小光到赵母山 试了一场 你谁啊 你啊 不是你哪 杀手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给大家走 我问你搜身嘛 你搜啥身呢 你搜身呢 你越来越来越搜身呢 你不要烂搜 我告诉你 别人搜人 我你不能搜 怎么样 我们是女人 哪里我也不搜啊 当天还没发挥好 当天 他哪看见蒙 凭你一身能的 到他把哪 就死不出来了 别说是我 都包括我们使用地 他们来的时间长 现在 现在我师父啊 他一上剧场 去看戏 这些演员 所有演员 就是比方说能80% 能拿出75%的能力 那就算是烈 后来呢 赵母山还到 刘小光的剧场 看他演戏 刘小光就跟赵母山提出来 赵老师 你来的时候 把这观众都认识你 你看整的我特别紧张 你再来 你能不能化化妆 本来是开玩笑 结果赵母山 第二次去刘小光剧场 看他演戏 真穿着军大衣舞的演绎似的 刘小光特别感动 说跟这样师父真行 这能学着东西 他这舞台经验 比我得丰富多了 我那颗少正点 我得跟他学 我师父当时说 一下过说我心情 刘小光 他这个 不是这个话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 他就上台 就那个几个眼神 几个动作 观众已经认可了 但是他也需要 需要给他一段时间 要么咱这先适用一段时间 你能在外面眼光 到这个和那个 刘小光大台的观众 和外面的观众 肯定是 小班的观众是两场起 所以适用一段 他肯定会不错 那么刘小光 进了赵本山这门 赵本山你说 你这毛病太多 有一段时间 赵本山 专门派一个图 24小时跟着他 干啥 别让他出去喝酒 这人一喝酒就没溜 不让他喝酒 所以当时一看 刘小光要哪来气 拽到屋里 大骂一通 骂完了 我再跟你讲道理 时间长了 刘小光还真服气 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 就是我能有现在今天 跟我师父的那个 平时对我 在我身上操心 我师父是最多 我现在我也能感觉到 对我是最不放心 而且我也是知道 我也知道 我自个人的毛病也多 我师父就不用回来 就是比方说 今天谁来晚了 肯定是刘小光 对谁也得说 出现毛病的说 因为你现在已经 观众熟悉了 你还不是过去 现在是外 你是外 这必须更能讲究 哪个单位 教育单位 它有规矩 规律 对吧 可能是我在 就是散漫惯了 过去散漫 散漫惯了 我嫌干这种 你出两个事啊 这位吧 这位你就看着 谁能见过谁 小光的演出呢 从你没找回来 你最原始的那种状态 到团之后 你有一个原始的那种状态 会特别好的状态 完事就隔离了 这种状态当中 又找不准了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找不准了 从哪儿我来到本山全培 可以说跟我师父学了很多很多 不管是在艺术这方面 从做人呢 方方面面呢 他在他就最喜欢的人这篮上 写的永远是我师父 他说这赵本山就跟我父亲一样 你看他骂我 说我 我确实有这毛病 要没他这么管着 我没今天这出息 所以说在赵本山身边 刘晓光成长得非常快 当然我们说演电视剧 这绝对是成名的一个捷径 就扔的里头得了快点是吧 我这俩是须买的道 谁偷呢 对对对 扔的里头 快走 这没的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这边里有的 这有的臭鸭子呀 不是我的 他是按照你们 个人演出风雨 还有了解 怎么怎么适合你演这戏 才能跟你往上夹这东西 别碰我了 要不然的话呢 他也不会连续两年上了聊台的春晚 差点进的中央台春晚 09年和10年时候都上了聊台春晚 一个叫生日快乐 一个叫就差钱 本来是09年的小品呢 是要上中央电台春晚的 后来就得题材一般把生日快乐给毙了 赵木山才带着小水扬 演那个不差钱上了中央台 那么把这个生日快乐呢 就留给了聊台 这里边有经典段子 他演一个农民工刘老师 为什么那个过了 我说这刚过上 过完 不能拿回来 你什么意思 我说这刚过上 来咱俩一起过来 来来来 你什么啊 咱俩一起过来来来来 来说 不是现在咱们农村变化这么大吗 三个人 别人能在一起过 我跟你说 我睡不了 我说你现在 你们过三个人还三个人四个人 你就没这样 咋的了 生不自然吗 现在 啥玩意儿 我说老师啊 你多余的事 大哥啥人你折不折 你 你信我给你弄架了 你 我说你啥事啊 你说我就 赛老师啊 你给我赛了 老师 干啥跟大佬 赛老师 你要赛敢往前卖一步 你看 你看我 看我都连他家伙太连 老师 我告诉你 你偷了乐吧 和谐社会把你给救了 我告诉你 和谐社会把你给救了 这句台词成了照字经典台词 现在说和谐社会把你给救了 这都是东北民间经常使用的话 而且他在这小品当中呢 经常有些特搞笑的 你比方说这个 蹦起来跳舞 刘小光在生日快乐中的街舞 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而说起这个创意 刘小光却说 这灵感最初来源于一个世界著名的塔通形象 看那个 嗯 你老鼠呢 看吗 其实我也跟那里来不少灵感 猫和老鼠那个 就是他那个动画片 你看那老鼠要跑的时候 就没能 原地就能跑出那么多圈 原地 刷 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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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就太好玩了 那太可笑了 那这个是老鼠这个 我没有旨 我没有替你 我们要去 这条顿 那这个是不的 我没有都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我们要去 大兄弟 您也有空火 什么话呢 兄弟 回来 回来 老哥 赶紧把拨电话 120是多少 来 老齐 你说你都多余点事 这麻辣素是沉啥呀 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 不再飞多高多远 关键是平稳着陆 起来了不 起 所以刘晓光作为个二传言来讲 他的脸上身上 就我们说是史相和身上 这种肢体语言 在赵不山这些徒弟里边 绝对是首居一指 非常好 而且他这么说话 有的时候创造的喜剧效果非常有意思 你本来在这个 黑龙江卫视的本山快乐营里边 他经常创造一些经典台 新有严重的高血脂 起来 开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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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开放牛哥 好情天 也灭我 所以说他这个演戏 在整个赵木山这个团队里头的 独树一帜 一般都没有他演这个东西那么独特 所以说不光是宁浩这样导演 想中他的 国际级大导演汪家卫 他一带宗师叔就想中他了 把他给带去了 这戏里边还有什么张子怡 还有赵木山 结果他在里头演戏 把全组人逗得前人后合 谁这样都乐 跟张子怡演对手剧站旁边 看张子怡挺漂亮 张子怡看他就乐 刘小光你别乐 你再乐给我乐毛了 我没法演了 这张子怡更乐 经常演员一看他出现笑场 使这戏没法进行 刘小光啊 这是赵木山这个剧组里的 这些二十段演员里的绝对的火爆 他的戏份确实是最足 而且你会发现 他上什么明星转起来 本山快乐赢这类电视节目 他又一上场抢别人戏 一边他跟谢广坤 刘能什么这些 王小宝什么站一块 你会发现 那些人抢不过他 这就是史相的魅力 这就是肢体语言的魅力 今天天天秋高气爽 万里无云 我们迎来了辽宁电台建台 建台50周年的寿断之日 我们祝愿他 俘如东海 寿比象牙山 我看你们那是信心十足啊 那你们都有啥节目啊 那什么想看呢 给你再练一练 来来来过来 有段一段 接五段 整一段 来 不三五一 接五啊 开开 所以现在呢 我们在看刘晓光演戏呢 说实在我的感觉就是 他有两条罩需要突破 第一个就是 不能光史相史身上 他其他的这个能力还得长 另外一个 他在影评上塑造了一个罩丝 今后能不能超越这个形象 拓宽一下西路 否则的话 他这么远的话 有可能使他越远越窄 当然我们说 要如果有赵仪是赵木山 带着他上了春晚来 那情况又不一样 因为这两年 他只上了辽台春晚 尤其是2010年春节 更比较可惜 原来定的是呢 给不差钱弄个虚极 就差钱 就田王和这个刘晓光他俩上 还有给老毕来 那情节跟那年差不多 结果最后呢 周上台认为这有点重复 也确实 你看田王在里边展示 在就差钱里边展示 怕我落地 什么海豚音那些 跟这个小沈阳啊 在就差 在不差钱里边 模仿刀狼 模仿阿宝 非常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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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人家唱歌 您在这干什么 扮演海豚 这海豚 这臭了都 不是 他疼 他不疼能这么叫 刘晓光为这事遗憾 赵不上就跟他说 说你没什么可遗憾的 春晚每年呢 都有新鲜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新鲜东西 你肯定上不去 所以现在还是我刚才说 刘晓光 想有大的发展 必须突破原来的西路 因为你既再会实际上 身上再都不好 大家看长了看腻了 很有可能对你失去新鲜感了 所以像刘晓光这样的演员 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天分 抓住在赵木山旗下的宝贵机会 拓宽自己西路 给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拓展更大的空间 斗转星一定时序 辞旧迎新 画神龙 且听 来龙去脉 欢歌笑语 炮声连连 各路笑心 拜大年 大家好 我是郭子刚 大家好 我是小沈儿 我是王小虎 我叫唐建军 我叫刘晓光 我叫王小宝 我是王小丽 老乡们 过年好 大吉大利 新年更上一层楼 全城四季 新年新气象 新年新气象 他们曾带给我们 无数欢笑和记忆 今年春节 你会想起谁 小老汉啊 你偷了六个 回家就会 把你给救了 要钱要脸 我要老爸 老梁看电视 开播两周年 经典回复之 一起过年 你说你把你那边 了得挺旺 回神一泼尿 把我那浇灭了 他是又一个 被赵本山 推上春王舞台的弟子 说你是不是 谢谢你 王小丽 会成为第二个小沈阳吗 为什么王小丽 上春晚 就没红过自个儿的 师弟小沈阳 为生计游走江湖 幸于本山提携 一步登天 王小丽 是个会演戏的演员 老梁看电视 王小丽 我收个师傅 赵本山